谢谢啊 今天呢 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了这个 这个徐子洋老师因为请假了 他到了周末呢 这个学业比较重 所以说他这边请假 我们呢 请来了周一齐老师 来大家给他掌声 徐子洋跑了 刀狼演唱会还没结束 造谣声就开始铺天盖地 网友51军款也就这么点本事了 近日 关于徐子洋的传闻在网络上沸沸扬扬 有人说他突然离开了原来的团队 徐子洋跑了的消息在粉丝之间迅速传开 更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徐子洋也背叛了他的恩师刀狼 这样的传言无疑给原本平静的音乐圈头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 总有一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 似乎以此为乐 最近 51军团又展示出了他们的本事 在刀狼下门演唱会的风波中 他们再次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演唱会的热度还未散去 各种造谣奔排的剧本就已经纷纷出炉 有人说徐子洋没有出现在厦门演唱会的现场 是因为他背叛了刀狼 这些无端的猜测和诬陷 无疑又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 然而 事实的真相远比这些谣言简单的多 刀狼本人已经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地告诉了大家 徐子洋之所以缺席厦门演唱会 完全是因为他的学业原因 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理由 却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大做文章 那些所谓的贵姐和虾兵蟹将们 一个个使劲的抹黑 试图混小视听 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 他们居然又把屎盆子 扣在了我们刀粉的头上 无端指责刀迷和粉丝在演唱会上闹事 针对这种无耻的谣言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刀狼下门演唱会非常成功 现场秩序竟然没有任何闹事的情况发生 以下三个细节大家可以自己评评 首先演唱会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从录场到演出结束 一切都井井有条 没有任何昏问迹象 其次 刀狼的演唱状态极佳 他的歌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大家都是沉浸在音乐的魅力中 哪有心思去闹事 最后 现场观众的反应是最真实的证明 演唱结束后 掌声雷动 欢呼声此起彼伏 这难道不是对演唱会成功最好的诠释吗 所以 对于那些无端的谣言和抹黑 我们无需过多理会 真相自在人心 时间和事实会证明一切 我们只需继续支持我们喜爱的一人 享受他们带来的音乐 让那些无谓的谣言不攻自破 首先 必须得称赞厦门的文旅部门和安保团队 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在刀狼厦门演唱会的前期宣传中 我们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广告 这无疑一位演唱会营造了极大的声势 而在安保工作上 他们更是安排了几千人的队伍来保驾护航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确保刀狼的厦门演唱会能够圆满收官 这样的精心安排 体现了主办方的专业和对异人的尊重 第二 请所有人记住一个事实 真正的刀迷是不可能闹事的 我们对刀狼的爱护斗来不及 怎么可能去给他找麻烦呢 我们不仅认可刀狼的歌皮 更从他的人格魅力中找到了榜样 所以 对于那些五十一军团的虾兵蟹将们 请闭上你们那又臭又硬的嘴 不要再用无端的谣言来中伤我们和我们的偶像 第三 退一万步讲 就算演唱会上真的有人闹事 那也绝对不可能是刀迷 更有可能是那些贵姐的五一军团 或者是右鸟马虎的脑残粉们 他们最看步的刀狼好 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他和他的粉丝群体抹黑 但是时胜于雄辩 刀狼的音乐和他的人格魅力 早已赢得了无数真心粉丝的支持 刀狼现场感谢 厦门文旅给各地刀狼演唱会举办地 立了一个标杆 刀狼厦门演唱会如期举行 依然同以往一样 场内场外人山人海 而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刀狼先生在演唱会的舞台上 直接对厦门文旅表示了感谢 感谢厦门文旅单位对于演唱会的大力支持 对于稻米的照顾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厦门文旅到底做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演唱会召开 之前厦门文旅的一些做法就能明白了 11月30号是演唱会开始的日子 厦门文旅提前了至少半个月 就开始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 频繁地宣传刀狼的演唱会 欢迎全国各地的刀狼粉丝来到厦门 而在演唱会举办场地附近 也是提前在一些音响设施上 开始播放刀狼的经典歌曲 并且还有很多关于刀狼演唱会的宣传画面 可以说提前的预热和整体的氛围感 给的满满当当 除此之外 厦门文旅单位的细心和周到在演唱会周边的布置上 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他们专门在演唱会周边设置了一处刀迷驿站 为刀迷们提供了一个休息和补充体力的场所 这样的贴心安排 在之前刀狼举办演唱会的其他城市事前所未有的 对于长途跋涉热情满满的歌迷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举措 刀迷驿站内 不仅提供了舒适的座椅和充足的饮品 还有各种小零食 让歌迷们在等待演唱会开始的时间里 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能量补充 这样的细节关怀 让刀迷们感受到了主办方的用心 也使得演唱会的体验更加完美 另外 在演唱会前的30号上午 厦门方面就已经开始对演唱会周边的交通情况进行管制 以确保演唱会的顺利进行 他们不仅提前规划了交通路线 还专门发布了详细的攻略 指导歌迷们如何通过不同的交通方式 抵达演唱会场馆和附近的停车场 这份攻略涵盖了公交 地铁 出租车和自驾等多种出行方式 确保了人群的流动性 避免了可能的拥堵情况 厦门方面的这些准备工作 不仅保障了演唱会的正常进行 也让歌迷们能够更加便捷 安全地到达现场 享受演唱会的精彩 通过这些细致如微的安排 厦门成功地为刀狼的演唱会 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现场氛围 让每一位到场的歌迷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热情和激动 这种全方位的考虑和周到的服务 不仅展现了厦门作为东道主的诚意和实力 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举办大型活动的优秀范例 厦门的这些做法 无疑为刀狼的演唱会增添了一份特别的魅力 也让刀迷们对这座城市的美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场内场外人群满满这种现象 要知道 在之前刀狼举办演唱会的时候 有的城市为了有效地控制交通秩序 是对演唱会场馆外围进行了提前的人群疏散的 不允许有大量的人群聚集 不过厦门显然并没有这样做 在保证秩序井然的情况下 给了不能进现场的刀迷们足够的空间和欢乐的海洋 有了这些极其灵活极其人性化极其有效的宣传管理和变通之后 可以说 刀狼这次在厦门举办的演唱会 是格外的温暖人心的 而刀狼先生在台上自己也说 感谢厦门文旅 感谢他们做出的努力 其实也有人专门拿视频让刀狼先生本人看一下 刀狼说自己没敢看 他看了之后到时候在舞台上情绪控制不住 很显然 厦门文旅的这个做法 不仅走进了广大刀迷的心中 也同样走进了刀狼先生的心中 因此 我必须得说 这次刀狼在厦门举办的演唱会 厦门文旅部门的表现 无疑为后续其他将要举办刀狼演唱会城市的文旅单位 树立了一个标杆 提供了一个表率 在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刀狼的热爱 如何圆满实现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双向奔赴 以及如何打造一座充满温暖和爱心的城市这些方面 厦门的做法非常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和借鉴 厦门文旅部门不仅在宣传推广上下足了功夫 确保了演唱会的成功举办 更在安保 交通 现场服务等各个环节都做到了细致如微 确保了每一位观众都能有一个安全 舒适 愉快的观言体验 这种全方位的考虑和周到的服务 展现出了厦门作为东道主的热情和实力 同时 通过这样一次成功的演唱会 厦门也极大的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了自己这座美丽的城市 刀狼的歌声与厦门的风景相得一张 让更多的人通过音乐认识了厦门 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魅力 这种文化与旅游的完美结合 不仅为厦门赢得了口碑 也为城市的品牌形象增光天才 可以说是一举多的 因此 我们必须为厦门的出色表现点赞 厦门文旅部门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刀民们的认可 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未来的日子里 希望有更多的城市能够像厦门一样 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 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人 享受到文化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厦门 这座温暖且有爱心的城市 无疑已经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典范